这是一种帮助孩子学习下沉和漂浮的方法 您可以在一个大碗里装满水 孩子可以找到一些要测试的东西 例如棍子、树叶、勺子和石头 让他们选择一个对象 然后问他们 您认为它会漂浮还是会下沉? 他们猜了之后 可以将这些东西放入水中看看会发生什么? 然后您可以对其他对象做同样的实验 这项活动有助于发展孩子预测和观察的技巧 但是,您要试打到汉和观察的地区 你要那几个问题 还有一点多一点 如何落水